美西方实施的这种制裁呢 就是非纸一张 那么从短期看 制裁肯定会对新疆的一些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 那么企业的部分产品出口受阻 利益受损 但从长远看 新疆的企业将继续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 提高产品质量 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竞争力 更好的开拓国际市场 靠制裁打压 是根本就阻碍不了企业或者产业的发展壮大 美西方的物理制裁 让中国民众看清了他们假人权 争霸权的面目 必将激发支持新疆受制裁的产业和企业的热情和动力 推动这些产业和企业度过眼前的困难 走向成熟强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